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又是我肥康 今天就發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事 沒錯 就是這個大波man 同一眾的語檔一件事 他們去了英國領事館示威 就說不單是支持國安法 亦都做了一件很瘋的事 沒錯 就是撕這個護照 我們就一起重溫他們的紅支 首先 看到他們三個男人 連一本護照也撕不到 沒關係 這個世界是有剪刀的 為什麼你們不用剪刀呢 其實這也是小事 他們想展現紅風 As you know 我都明白 我們再看看另一張照片發生的事 你看到嗎 這本書是接過的 這本護照是接過的 這代表什麼 你這本書是過了期 你不難怪被一些市民去笑X你 你說你真那本 你更新的那本 在家裡 那當然啦 有些傻丟就很聰明地補回一句 那先看 補回 啊 我們呢 就是過去呢 就是 出現是剪了角 對 我們今天私調這本書是過期 但強調呢 那就沒有持有任何BNO護照 亦都稱不再持有 或者只會持有特區護照 你老實說 夠不夠膽 像市民所說的 你咳嗽了 你自己去上網去 Declare了那個資格呢 你又夠不夠膽呢 是不是 你自己又不夠膽去做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喂 你既然這麼喜歡做這個大中國人 老實說 或者做這個中國香港人 為什麼 你不跟我一起去說這個 喂 做這個國民資產稅 誰有愛國護照的 全部收10%資產稅 包含他的兒子女女友的 收了他10%資產稅 你夠不夠膽呢 你 說一下 你撕了一本舊護照 你說一下 愛國愛港 喂 都是說一下 你啊 你以為試過威就很厲害 好厲害嗎 你夠不敢玩到這樣 我夠膽啊 我這些愛國愛黨的人 你夠不夠膽啊 不要只有一把口 你老實說 愛國愛黨 好 給你這幫混蛋 搞到只有一把口去說 你令你這幫真愛國真愛黨的人 何其難堪啊 大佬 我父母出那麼多東西 你老母你就隨便撕一本 過期護照 就說愛國愛黨 你不要傻了 你 你被其他國家的人看到你 喂 我也想笑幾聲 你既然這麼喜歡做中國人 你又不去到那麼準 你又不去到那麼準 你老母這就是 虛偽 我經常說 那當然啦 其實他們都是有這個目的 那就是 引用這個立場新聞 那就是這個林宇昇就表示 那就是其中一個公民力量的成員 which is 去了這個遊行示威的人 那就表示 那BNO 對香港人來說 只是 女人 旅行護照 也都不代表 正確香港人的國民身份 我們已經回歸了中國 看不到有什麼原因 為什麼要捉BNO 他也說 希望英國不要再在BNO議題出口術 企圖破壞中港關係 以及傷害兩地人民之間的感情 老實說 是誰傷害這個中港關係的感情 大家都看到 由你二零一零年年 中國矛盾 一成 起的時候 很多東西都是由你中國人去製造矛盾 由你DNG 恐慶東事件 是誰拉起火頭 沒錯 就是你們一班偉大的中國香港人 我又想問應 你竟然 你招牌的火頭 竟然 人家提議要做這本BNO 那我認為 都不合理 最大的火頭的成因 不是這本BNO 而是你 十幾二十多年來 你那幫 Тут的中國 香港人 在會不斷地 貶低香港人 如果你不貶低香港人 你中港關係會變得好 你看過去 2003年2008年 老實說你那時北京奧運 那些香港人不斷在說自己是中國人 那大家中港關係多良好 何時變得這麼壞 就是你發生了這些中港矛盾的事情 你現在不是解決中港矛盾 而是解決那些人去CBN 去做BNO 去找英國政府 老實說你根本就是打到稻草人 你不正視這個問題 中港矛盾都一定會存在的 現在你打到稻草人 你都不會令到中港矛盾的問題 是不會繼續存在的 你算我都沉了 那怎樣去解決中港矛盾的問題 老實說你放任香港 你不要再貶選香港 那就算夠了 香港人需要的是一定的自由 民主 跟你大陸是真的有些差別 你就放任給他教 老實說 你08年 你中國人都不怎麼理香港 老實說那些人都會自己認中國 如果你做得好 你對人好的時候 別人不是對你好 這些小學生都教的道理 你作為一個大人 你都不想明白 不斷地打到稻草人 如果我是你的話 倒不如花點時間 去跟其他人說究竟發生什麼事 究竟想一個方法去真真正正解決他的源頭 是不是 那好了 今次一個短講 就差不多來到這裡為止